圣经故事中的人物 我们正在讨论如何阅读圣经的叙事 换句话说就是如何阅读故事 没错 任何精彩的故事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就是遇到冲突和战胜冲突的人物 我们先来讨论一下这些人物 在大部分故事里 我们能很快地跟这些人物产生共鸣 因为和他们一样 我们在自己的人生故事里 也有冲突需要战胜 是的 在精彩的故事中 人物的遭遇 让读者能够感同身受 从中看到他们用不同的方式 回应这些挑战 并看到相应的结果 作者通过人物展现了 他们对人性的看法 圣经也不例外 圣经故事把人物当作镜子 通过他们 我们可以认识自己 看清自己的本性 不过圣经中的人物 却不太容易让我们产生代入感 因为圣经里关于人物的细节 实在太少了 是的 圣经作者刻画人物的方式 和现代的叙事方法不同 他们倾向于用最少的细节 达到最大的沟通效果 比如 圣经很少提到人物的外貌 一旦提及 在故事中就非常重要 比方说 我们知道扫罗高大魁梧 大卫却弱小不起眼 这种对比 也成为他们品德的写照 扫罗的身高 呼应了他对地位 和权势的贪婪 大卫弱小 却谦卑地接受低下的地位 并甘愿让神来高举拯救他 所以说人的外貌有象征的含义 没错 常常如此 再比如 以扫毛发浓密的身体 对应了他兽性的举止 雅各光滑的皮肤 反映出他狡诈 圆滑的本性 我们还能得到哪些 关于圣经人物的线索呢 通常人物的名字 也反映了他们在故事中的角色 在西伯来语中 亚伯拉罕意思是 众民之父 雅各意思是欺骗者 路德的意思是 倾心有活力 扫罗的意思是被求来的 他是百姓求来的 一位有缺陷 不完美的君王 很有意思 这些含义 涵盖在非常少的细节中 通过他们 圣经故事 可以用很少的篇幅 表达很多的内容 作者们甚至没有描写 现代读者关心的人物心理 比如 他们很少告诉我们 人物的思想和动机 是的 比方说 当摩西看到一个埃及人 殴打一个以色列人 他当场就把那个埃及人杀了 但是为什么呢 是他正义的愤怒 还是他失去了理智 还有 神同意他这么做吗 我们无从知晓 因为圣经作者 避免做出道德评价 他们更愿意 用人物的言行 来揭示动机 让我们通过后果 来评判人物的行为 所以 以摩西为例 这场谋杀 让我们看见了一种规律的开始 摩西的怒气 总是带来不良的后果 这个选择 迫使他逃亡 并在旷野躲避了四十年 这么说 这是一件坏事咯 可是他在旷野 遇见了他的妻子 那么 这又算是一件好事咯 看吧 这种叙事方式 会促使我们深思 通过这些技巧 圣经叙述者 让故事变得简洁紧凑 令人难忘 又引人入胜 但话说回来 摩西到底是好还是坏呢 所有的经典故事里 总有好人和坏人 有可敬的英雄 对抗可恶的坏蛋 没错 单纯的人物角色 很适合教导孩子 分辨善恶 但圣经不是儿童故事书 当中的人物个性复杂多样 像我们自己一样 都是善恶掺杂的 圣经中几乎没有完美无瑕的人物 那像亚伯拉罕和大卫王这样的信心英雄呢 你是指那个曾经与埃及女仆同房 为求保命两次不任妻子的亚伯拉罕 还是那个和神心意 却霸占人妻 又谋杀人家丈夫的大卫 这些故事绝对不简单 他们真实地描绘了那些和我们一样不完美的人物 让人真正惊讶的是 尽管他们如此失败 神却依然和他们同工 所以一个人被神呼召或者赢得一场战役 变得成功或者富有 并不意味着圣经作者想让我们因此效法他们 事实上大多数圣经人物都是不得模仿的 那很危险 说的对 但是这些圣经人物肯定有值得我们仰慕和学习的地方吧 当然有啊 仔细观察你会发现 大部分圣经故事都着重描写人物经历失败或穷途末路 最终选择信靠神的恩典和智慧的时刻 这些故事的作者向我们展现了如何通过谦卑和顺服 成为一个完全得神喜悦的人 是的 神也是圣经中的一个角色 他始终对圣经中的人物信守承诺 这表明了神的忍耐和爱 通过学习这些圣经人物 我们可以看清自己本性中最糟糕的倾向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 在整个故事中 从头到尾贯穿着神充满恩典的回应 神典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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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典的回应